大家好,我是流浪枪手 上次视频给大家介绍了美国乡村俱乐部的IDPA手枪设计 感谢大家捧场,很受鼓励 IDPA的主流是动动手枪 这次再给大家介绍流行的左轮枪设计比赛 官方的名字叫ICORE 国际左轮枪爱好者联盟 也是有点类似于IDPA的组织 当然没有IDPA那样风光 毕竟左轮枪已经翻过了西部枪手时代的辉煌 里面还是上次那个试炼把场 但是显得稍有些空旷 刚刚说ICORE即使是在左轮枪的故乡 美国也没有IDPA那样的风光 但也不能算是凄凉 枪手常来的这个乡村设计俱乐部 每个月分别有一次IDPA和ICORE 参与者的数目大概是2比1 这个数据让枪手这样喜欢左轮枪的人 也有些差异 看来左轮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还会有很强的生命力 先请大家看看比赛 然后再补充一些规则或者细节 今天的比赛分成了四个场景 第一场的主题叫做内外兼顾 或者是里里外外 Work in and out 大概意思是一座大房子 参赛者要里外奔跑 各种方位不同姿势 干掉一共12个目标 往下才订一步 等一步 混音 开机 快开机 举动 正式 第二场的主题 叫做顽强主击 Obstructed hard 躲在柱子后面 四个目标 首先用一只手持枪 各打一发 然后换另外一只手持枪 各打一发 第三场的主题 叫做夜间户外自由设计 In night Out wide 一共五个目标 有些必须通过窗户干掉 有些必须绕到房子的一侧 射手可以自制选择 第四场的主题 叫好事成双 这是枪手的隐身 其实 叫做Time 2 六个目标分成两组 分别在两个位置上解决 看过的录像 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些不过瘾 或者说是失望 最直接的印象就是过于简单 除了第一三场景 需要某些位置姿势变化之外 其余的二次场景 几乎就是原地不动 甚至都可以坐在椅子上放枪 直觉ICORE更偏重 不爱跑动的射手 再联想到左轮枪 更确定ICORE恐怕 主要是为了迎合前辈们的休闲运动 具体来说 ICORE的要求 相对于ITPA要简单直接一些 或者说是更加随意 虽然其设立的初衷 也是实用射击比赛 但是注意到名字中没有自卫一词 所以没有像换弹夹 必须要在眼底后面之类的规矩 另外也没有隐蔽持枪的要求 加上左轮枪的弹容量很小 所以每一个人的腰间 都明晃晃挂了一排装好了子弹的卡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不考虑隐蔽性的话 高手可以行云流水般的使用这种卡盘式装弹器 快速装填子弹 左轮枪的天然缺陷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关于比赛的计分规则 枪势一致半解也没有深入研究 大致比赛的计分理念 与IDPA大致相同 都是用时间作为基准 打的不准或者是犯了错误 都用加时的方式记录 当然最后总体时间最短的人取得优胜 回头再看器材的分类 ICORE的实用器材就是左轮手枪 一共也没有多少种 所以分类简明一懂 级别从下到上 可以大致这样说明 普通六发左轮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印象中 最普通的六发弹仓左轮枪 枪手心目中最漂亮的 SNS&YC686就是最好的代表 限定六发左轮 如果普通六发左轮枪 使用了卡盘装弹器 或者枪孔枪身做了某些 非安全方面需要的修改处理 这属于限定六发左轮枪 显然使用9毫米或者是.45ACP的 左轮都在此范围 限定左轮 如果左轮枪的弹仓容量 差过了六发 这属于限定左轮枪范围 枪手想到的例子就是 Smith&YC新出的686PLUS 因为弹仓达到了7发 自然要归于此类 最高一级是开放左轮 如果左轮枪装了光学瞄准镜 枪口制空器 或者其他类似装饰的话 则归于开放左轮枪范围 可能是为了多样性 ICORE还特意包括了使用.22子弹的左轮枪类别 因为威力实在太小 所以算是另一类 话说回来 这种左轮枪的协会或者设施比赛 其真实目标 与其说事为了实战 更像是维系对经典和传统的热爱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